字幕提供 喂,大家 喂,Hello,Hello,Hello,終於見到人了 10點了,大家 進來沒有? Hello,咪咪你好 記得like and share,麻煩大家 麻煩大家 Facebook Facebook就要這樣,like and share 繼續 我也先like and share Hello,Steven你好 Hello,Kid你好 喂,Alex,你好 喂,Alex,你好 喂,Kid你跟笑 Hello 喂 王國 郭榮,是不是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 Yo,Gary,你好 喂,Elf,你好,你好 等一會兒,我們都要 like and share 記得 Hi,Jack,你好 好 不好意思,打熱比較慢 不知道是不是習慣了 現在 小時候打字都沒有這麼慢 人大了 反而 打字慢了 喂,大家好 西甲專家Dan 要進來了 喂,龍哥進來了 龍哥一場找你,等一會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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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記得也是 Like和分享 一下 Eric,你好 駱仔 駱仔 好忙 我們直播室的男神 來的 Hello,MaiMai好 憲哥你好 今天都幾多事發生 都算是 提我話 也說一下 2026年 世界杯的新辦權 即新辦 這個主辦權 已經是 已經投票了 已經有結果了 美洲那邊 美加密 美國加拿大 墨西哥 可以說一如所料 我自己比較看好的 這幾個 就贏了 摩洛哥 新辦了 2026年的世界杯 三個國家 一起新辦 第一次 最好 2026是怎樣 三個國家 不要緊 因為 增加到48隊 48隊 我只是擔心 水準 越來越低 48隊 所以 的 智隆 平均 也說 他們第一時間 settle 推薦了 也說 很棒 大家勞力 沒有白費 三個國家 再補獎 摩洛哥 還有 昨天我已經寫了一篇 小弟也有點劣作 有幾個部分 至少財力 摩洛哥 今天是有問題的 喂喂喂,大家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這部iPad應該死了 做了一下,然後它整個拔,然後黑了畫面,然後就Reboot 這部iPad應該死了 這期都是這樣,越來越嚴重 不好意思,各位,不好意思 還是繼續Like和Share這個 麻煩了,不好意思 真麻煩 嗨,Micro,你好,麻煩大家可以繼續Like和Share 先Like和Share 嘩,真是...Hello,Hello,你好,你好 iPad吃了糞便 只是公司機來的,所以沒想到 Hello,Jimmy,你好 是的 我們繼續吧 等多一點點人進來,不好意思 剛才講到這個2026年世界盃的主辦拳 那... 為什麼還這麼大聲說 哦,公司機又說 那就檢討一下吧 為什麼這部機器這麼容易懷 說回這個2026年世界盃的主辦拳 一如所料,都是美國那邊 因為摩洛哥,無論是錢的那方面 錢的那方面都不是有錢的那些 不非他本身都是一些 很多都是國民收入 每年都是很低的 喂,Robbie,你好 治安更加不用說 治安基本上都是亂的 然後就... 唯一比較好處 就是新鮮感 因為非洲那邊,除了南非之外 然後都沒主辦過世界盃 也都是... 還有就是... 不非是沒試過舉辦世界盃 還有歐洲球隊那邊 反而就沒那麼遠 對他們來說 還有最重要的是 阿沁沁 一個多月前的時候 在Twitter那裡 兇那班 其他國家投票那班 的時候 那你說... 那... 想著那些票會不會是什麼 就是... 非洲和一些醫生人國家 都不會被美國他們那邊 阿沁沁 最後都是... 最後都是他們... 北美那邊贏了 其實都... 正路的結果 不過大家到時看球的時間 就煩一點了 日夜顛倒的時間 喂,那我們先開球 先說一下易瑞鋒 幫我找一下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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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阿龍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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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話說現在買一部iPad要多少錢 我真的不知道價錢 雖然說是一部公司機 但如果自己的話 如果自己買一部要多少錢 好像挺差的 2588有多少 是不是最新的 是iPad部還是Air 32GB Wi-Fi 為什麼2588是最新的? iPad部還是怎樣? 我就不懂 看不到一隻 我試一下再來個 再來個再來個 你又要 麻煩你又出去再進來 梅花家粥這樣來 Normal iPad 9.7 吋 Normal iPad 9.7 吋 Normal iPad 9.7 吋 Mini 是不是那些叫Mini 我都不知道它叫什麼 Normal iPad 跟iPad Pro 有什麼分別 牠已經加進來 -欸 喔 喂 ノ -我是CAM -呀 了 - Yeah 了 - 再加進去 - 下進去 啊,在等電視,總之不妨礙你 那你覺得怎樣看呢? 收到今晚,大約黃昏時段收到這件事的時候 你第一個反應是? 不知道,我覺得有點陰謀論 不,你應該說起初有沒有覺得遇上了 有些人可能覺得遇上了 找到這麼嚴重? 今天早上也有這種感覺 因為我覺得黃馬宣布的時間有點差 我第一個坐地鐵看到黃馬請新領隊 我覺得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宣布的呢? 有點怪,你不會在世界杯前兩天宣布西班牙領隊 對 我覺得就算世界杯,因為世界杯 或者你早兩個禮拜前 或者世界杯兩個禮拜之後宣布 都是沒有分別的,這件事是 但你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宣布呢? 所以後來再看到希亞路座 就覺得有點陰謀論 不如說一下你的陰謀論 為什麼會這樣想呢? 可能希亞路做了這個技術總監 可能他真的想謀主帥這個位 剛好就有這些事情發生 可能是一個局 因為希亞路是黃馬以前的人 西班牙領隊 我忘記了什麼名字 盧柏迪基 盧柏迪基 也是以前黃馬的青年軍 二隊教練 他之前也去了巴塞 即是在巴塞那裡打籠 在去年時代 我不知道 可能是怎樣被人 騙騙吧 可能是 可能我會錯的 如果你在西班牙書中叫了你一個人 我現在又給你一個人 大家當無數 算不算呢? 或者我覺得希亞路想謀主這個位置很久 終有機會 或者是刺局局 就是用黃馬的關係去做某些事 然後他剛好就 我剛好就聘請了他 之後就把這件事 然後黃馬又在這個時間宣佈 他就可以名正言順坐這個位置 可能他就是為了個人的利益 而去犧牲國家的成績 你的利益 是啊 我都是陰謀論的想一想 我可能是錯的 那不奇怪 現在我們這些天馬行空的 沒所謂 但問題好了 那你覺得 如果在於 在於你是 譬如你當你是一個 球迷的角度來看 你覺得西班牙出眾在這個時間 去解僱他 你覺得合不合理 我覺得不合理 其實就是 我自己覺得不合理 嗯 因為 那個打擊都挺大的 嗯 你還有48小時 就 開球 開球 你突然間 可能之前練習的戰術 什麼都要改了 你突然欺壓路里 他是不是用同一套戰術去打呢 嗯 他的正選 是否 即是他正選11個 是否 22個11個呢 嗯 但是 是不是之前說 其實 沙治奧拉莫斯和 印尼斯達都想留 都想 不想炒 我聽說 他們聽聞是 總之 球員那裡 就盡量 老實說 有些球員 當然大部分 都不是有些 就是盡量都不想 不想變的 這個時間變 對大家都沒有好處的 包括球員 那如果你找個新的主帥來的時候 那我應該 以前那套 聽回以前那套 還是 要聽你新那套 那如果聽你新那套 我只剩下兩天開球 我沒有時間去再撿 撿過 那如果聽回以前那套 你又好像不喜歡 那我應該怎樣 就是做球員 怕很難做 就是 所以 其實是不應該炒的 但是 那個公佈的時間 我覺得很有問題 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和馬公佈的時間 嗯 對 和馬這個時間去公佈 我又 真是可能 你說 是這麼巧 真是說 被某些知情人士說 爆料出來 還是 還是怎樣 因為那時候 都看過那些新聞 有傳說 和馬系的球員 其實都知道 只不過是不說 在訓練基地那裡 有些和盧法迪基 有些 可能有些 斯加沈督的球員 可能就 都 非和馬裔 可能知道 但就走流了風聲 那有些人 直指這個叫碧基 這個二五仔 就是和傳媒說 那 爆了一件事出來 之後呢 就 然後 搞到現在 今天這樣的田地 當然這些是 花邊新聞來的 但是 只不過我想 如果這個時間 先來 譬如說 還有兩天 開波了 但是 始終這個是世界盃 不是普通西班牙國王盃 那些 對你的備戰 一定會有影響 你覺得 會不會影響到西班牙的成績 會有很大的影響 我覺得 其實 路柏迪基已經 飛去俄羅斯 是啊 應該是 對 那他已經要撿包袱走 這樣 是啊 你可以說被人扔回家 現在是 對 那已經要撿紙皮雙走 是啊 所以 我覺得 是大的 除非 西班牙球員可以厲害 自己打天才波 嗯 那 你天才波 你都要有什麼 那你本身操開那班 就是 還有 我不知道 現在抓種 大家心想好 是抓種他 現在說是 西亞龍先頂住 還是暫時 一路走下去 好像頂住 應該是頂住 這幾個月 應該也是 是啊 那可能打得很右 他 明正言順 那 如人不利 是啊 那因為 我覺得 如果你說這個短時間內 那時候 還傳過什麼 就是 今天收到消息 還傳過說 沒有主帥 做個無稅陣 就是說 無風陣 做個無稅陣 那 那 我都覺得 如果無稅陣 可能都會理解 因為很難突然找個安插下去 但是現在是西亞路 所以就看看西亞路 究竟是 你純粹是做一個過度領隊 就算你自己想長做下去 都好 這段時間你都被迫 要做過度領隊的身份 你都不要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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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然的話 你 最後的成績 就用來搞碑 不過我覺得 好過聘請斯拉迪斯 我覺得 斯拉迪斯 他現在就是U21 但上屆看U21 他好像沒有戰術 全部都是 那些球員是自己打個人 很個人主義 自己扭 那時候 沒有整體 那時候 空有一群天才球員 但是你自己不懂得去執 那些 又是那些 是 是 有球迷就問他 希亞路有沒有教過球會 有 有 奧維多 上季去了奧維多 好像是西越還是西餅 現在不知上來後 我朋友說 贏了護級的附加賽 好像 但他好像做過安插樂體的助手 在皇馬 如果你說真正是去執教球隊的話 就真是奧維多 就不過不失 只可以說 那些資源有限的球隊 那你護級 叫他護級成功的 那不過不失 又不可以說是很好 又不可以說是很差的 但如果你說突然之間 一跳跳去教國家隊 那又 是不是真的OK呢 那我真的很誠意 還有 以西班牙文化的政治背景 你找一個和馬的民宿 我不知道能否壓到場 始終你有加泰 是啊 雖然你說 這對西班牙呢 和馬是大戶 巴塞現在不剩下很多 但是你想想 你不只是和馬 你是和馬 加上還有什麼 馬體會 馬體會和你和馬是世仇來的 不要忘記 你現在放一個和馬 是的 有四個領隊下來 那你和馬那班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 巴塞再加上馬體會那班 那又怎樣想呢 就不知道了 還有一些外流球員 都是 基本上有些都是 巴塞是出身 或者馬體會是出身的 那又怎樣想呢 那真是 不知道 這個結果 他們這個決定是 好還是不好 是對還是錯 我真的不懂得說 如果是的 我們唯有看 蔡果爾 下定論 哈哈哈哈 那你覺得他現在會不會 接下來那場 讓你貼一下 對著葡萄牙 你覺得會怎樣 現在突然做這件事的時候 嘩 我真的 好難猜 好難猜 本來我就真的 他最初 我都看好西班牙的了 就是 現在突然做這件事 真的要再想過了 是 我真的 不知道的 哈哈哈哈 如果西班牙洋球 就買 對加 嗯 哈哈 但是葡萄牙那個 入球能力也不是很強 好像 葡萄牙等於一隊 有斯朗的希臘 這樣 哈哈哈哈 是啊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所以 沒有 你西班牙現在 那樣 就 突然之間 整個這件事 都很意外 可以說 整靈人就是 就是 你說 很多教練 以前的 跟分以前 就是 他可能 世界杯開了以前 他可能就會說 我教完世界杯 我就走人 不出奇 很多都是會這樣 那你這樣說 那些球員 可能更加會樂力一點 幫你有個美好回憶 那些 幫你奪 那些 如果你跟球員關係好 才會這樣說 有些可能 就一早說明 他不教之餘 下一陣子 也有的 但就不會去到 臨開波前兩天 才搞這些事情 我想起什麼 我想起 那屆 歐聯決賽 是否 白人對多蒙特 不是臨打戰豬 對啊 所以 我才有這個 陰謀論的想法 所以 那些事情都滑了大家一鎊 對 就是 一樣 又是這樣的 案件 就是 你說有沒有 你有你的專業 我相信 如果是的話 就不會 因為為了一點點 而去 特地做些什麼 但 反過來 你又很難 不讓人這樣想 就是這樣 太亂了 對 所以 西班牙 這次也是 糟糕的了 沒有 我想 出線 不知道 唉 不知道 他那組 其實看起來 雖然雙顏特別突出 但其實 伊朗和摩洛哥不接近 摩洛哥不接近 伊朗也不接近 摩洛哥和伊朗也不接近 伊朗就少看 但反而摩洛哥 摩洛哥真的 嘩 真的 他的防守能力 你真是 真是 他前線也有些人 前線也有些個人技術 摩洛哥他不是普通非洲球隊 打整體 不是普通非洲球隊 是靠個人去的 反而他更加像一隊歐洲科 相對地 西班牙本身也是我心目中的一隊熱門 現在開始有點動搖 對 有些動搖 你什麼時候飛去看 我星期六飛 你看哪一場 我看德國對墨西哥 德國對墨西哥 就是第一場 準備大日搶球的東西 噢 OK 這樣 玩得開心一點 好 謝謝你 好 拜拜 拜拜 是的 先讀下留言 沒有說hello 教多久 簽多久 真的不知道 正常想 黃米爾請過 沒有人 都是那一句 那些盤 我不知道 大家想一下 我小弟不賭球 我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買 伊朗 Garry又說 伊朗都玩明 反而是跟鏟球部隊 伊朗很硬 防守那裡真的很硬 不是開玩笑 摩洛哥教頭 對呀 他是第一個 教兩隊不同的球隊 帶領兩隊不同的球隊 贏了非洲杯冠軍 哇 你想一下 有一年是帶讚比亞 非洲二流球隊 二三流球隊 都贏了 搶著那班人 贏了科特迪亞 開玩笑 這個領隊 還要整個外圍賽 摩洛哥是一球不失 伊朗上年 即是上屆 根廷都打得很辛苦 才贏得到 對呀 伊朗上次林美香 他守得很硬 基羅斯教這些 有些了道 反而是教萬元 教皇馬 那時候又不行 反而是教這些 反而是教青年軍 或者是下把球 或者是沒有什麼期望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找另一個兄弟進來 當然 總之 今天大家盡情覺得 你覺得西班牙 會不會 因為這樣而有影響呢 或者影響多大呢 喂喂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就乘機都讀一下 因為有些兄弟 他們就 不能走進來 之前發了一些意見 給我 這個時間 我們西甲專家 Danny就說 希亞路掛起之後 一直都做高層為主 那他又覺得呢 一直都覺得 他可能呢 是想 無保不落 就是從教來講 他回來 就是去過 做安陳陸的助手 那 主帥呢 就只教過一季奧維多 就一六一七 就是不意外地不成功 是呀 由他空幹 來執行 來執行 亂灘者 唯一的正面可取原因 是因為他球員時代的名氣地位 都是大佬級的 其他呢 很可能會按照原定計劃行事 始終盧法迪基 只不過 在這麼罕有的情況下 離職都是不常見的 對 因為你只剩下兩天時間 你可以怎麼變呢 嗯 沒錯 另外 也講講 尼克森有個留言 剛剛 他說其實有信心西班牙 因為其實我 很喜歡他講的 剛剛這段 他就說有信心西班牙 有教練叫做可以看著場 球 提搶 但是踢過球員 夾棍夾足 還有大哥 剛才就引伸回 你剛才說的 希亞路 希亞路是否一個合適的人 其實 其實 當然他教球會的履歷 是一般 剛剛其實也有說過 他之前是教奧維多 其實教奧維多 他就 不是呼吸的 不過他呢 最後一個星期 就是當時西月 就剛剛錯過了 那個星巴菇加賽 就令到他升不到班 是的 其實他不是真的很有料的 也都 只有一季 你不知道那個記憶是怎樣 但是 為什麼我說 就是 其實 其實 西班牙國家隊 就是 現在的龍泊敵 其實 我們一路說 我們做功課 或者之前看過的球 都好 他也是一個消虧槽錘的教練 一來西班牙國家隊 是 拉幹尼斯 就是08年的時候 贏了 歐洲國家盃 歐洲國家盃 就開始複製巴塞戰術 接著去到 10年的世界盃 就是迪寶斯基 將他發揮到極致 直接是完全巴塞化的 地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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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他卡 接著就12年的歐洲國家盃 這三屆都賽得成功 OK 接著其實 同一套戰術開始了 14年世界盃 開始受到一個打擊 就是慢慢滑落 接著去到16年的歐洲國家盃 直接輸給以來 是直接是 吹別人不將那一隻 人家是 當時 乾地帶的意大利是好手的 就是 那個叫做 戰勝是贏了你 就是 人家是戰術性擊倒你的 即是未必技術性 但是戰術性擊倒你 那現在其實 他們 迪寶斯基離開了之後 找盧柏迪虎 其實根本就是覺得 我們好像有一點滑落 是不是應該要有些改變 怎樣 但是盧柏迪虎來到 雖然他是 帶領西班國家隊 在這兩年裡面 是不敗 兼且有70%的勝率 但是其實 用的戰術看的波 大家看下 根本就是跟16年的西班牙 14年的西班牙 12年的西班牙 根本就是之前同一套 同一套 只不過可能有時候 那些人就改變 就是你稍微退休 然後你就試試高機 這樣 就是現在選擇 三奧尼虎斯的問題 所以你說 其實 好了 努帕迪虎在這個時候離任 就是被炒 然後換個希亞路下來 是不是很大影響呢 希亞路來到 都不會真的帶一些 我要什麼戰術思維 我要打3-4-3的 我要打逆位的 就是未必會這樣 我不會打雙戰 他現在都不敢這樣做 現在其實 根本就是要找一個 就是鎮得住 一群球員的一個領隊 是 那希亞路有他的江湖地位 那他就鎮得住 西班牙現在那群人 其實 落到場 根本都是打回 之前這兩年 努帕迪虎一直帶西班牙打的球 其實就是 都等於是之前 一路那幾年 一路那幾年 就打那些球 其實我覺得 是不是一個很有名氣的領導 所以未必有騷擾 反而是 是 這群球 可不可以 這一個領隊是 帶這群球員 打來的幾場 是的 那我也再讀一下 什麼 我們大佬文傑 他在拍攝 拍攝劇 在埋位 他也不空進來 他也留下了一些說話 他說 最主要看看 黃馬球員 現在因為這件事出來之後 黃馬球員 和其他球員的關係是怎樣 因為始終 你沒有了一個領導 突然安插了一個 希亞路下來 我怎知道 你這群黃馬球員 如果我是巴塞 那些 我怎知道 你有些老闆照著 有些老闆照著 那你這群人 就是黃馬球員 對戰術理解 就應該不會有太大差別 因為 正如你說 哪個來的 都是這樣踢的 畢竟因為 成熟經驗者 就不少 因為 對西班牙 很多都是 就是 很少說 是 完全沒有什麼 代表那個 踢過國際賽的新人 很多都是 基本上有了一段時間 但是 執行方面 不知道會不會受到士氣的影響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 始終這個時間 老闆迪股 不多 不少 都起碼這群人 跟著他兩年 大部分都 大部分都跟著他兩年 一個可能兩年開始 大家都相處融洽的一個 叫做一個上司 突然之間 哇 人間蒸發了 突然回去 跟著就沒有了 第二天回來上班 不見了 不是那個人來的 對那個士氣 一定有影響 就是等於一間公司 我也見過很多 是啊 就是我們 也聽過有時候 那些韓家 他們的公司 早上回去 好了 那就做事 吃飯時間 吃完飯回來 老闆不見了 好了 手起刀落 是啊 所以就是 這件事 對士氣一定有影響的 我相信就是 但是問題 就是 但是Patrick 是 是啊 Patrick你剛才說的那些案子 好了 突然之間 午餐回去 老闆動了 是影響士氣的 但是影響了多久 那倒是 就是 就是影響 你最多是幾十 最多是一個星期 新老闆 大家都是關心 新老闆 然後呢 通常那些新官上任 就是三把科 然後那些管理員 就說 這個新老闆 又要改變我的模式 又要擦鞋 或者做多些事情 就是 大家都是一直 無論是選擇的方向 都是向前看的 即使是 舊的老闆走了也好 我會覺得 這個案子 其實 西班牙捉獎 是不好的了 但是最壞 最壞 我都不知道 是盧法迪管 是王馬 王馬公佈的 你覺得 反而就是 應該這麼說 西班牙捉獎 在這個時間 鬥他們 你覺得合不合理 這個決定 西班牙在這個時候 如果鬥他們的話 如果你只是看著 18年世界報的成績 那當然是會有所傷害 一定是很多不認識 因為你士氣不知如何 等於你剛才說的那些問題 會不會是王馬 班底 怎樣用人 但是對長遠來說 我制度建立了 我有個體系 我三個星期前 才跟盧生你續約 不管你成績打得好不好 我也跟你續約到2020年 有多少教練 帶國家隊 在大賽 世界盃 歐洲國家盃之後 離職 有多少是這樣的 你見江里都是這樣的 但是 盧生 現在西班牙國家隊 給你這麼大信任 已經開波前 三個星期跟你續約 那你也要去秘密和王馬針 還要在開波前 宣佈 我教完西班牙之後 就去教王馬 我是西班牙作總 我也很生氣 所以 的確 的確 對那個成績一定是有影響的 但是短期 但是如果你看長遠的話 我的體制建立在這裡 我的體制建立在這裡 還有 我們西班牙捉總 尤其是很多國家隊的捉總 跟球會 有時候的關係都很微妙 不像香港那些 我要召集你入香港隊 但是有些球會可以不幫人 以前有這樣的個案 西班牙國家隊和你的球會 黃馬 巴塞 你讓你這樣玩一玩 我還有面子 你這樣擺明 下我面子 之後我們還要怎麼談 我拿人 你就說傷 還要玩 我覺得是需要保持他的尊嚴 西班牙捉總 即使會影響一百年世界盃 而且其實一百年世界盃 我覺得現在的傷害可能最小 因為希亞路 他找到一個叫做有名氣 有聲望的球 令隊鎮住那些人 你打了這個世界盃之後 打了這個世界盃 影響可能有 但之後我覺得長遠 對西班牙捉總 其實都不是太大傷害 是應該要這樣做 我之前都 有編輯組給了一個比喻 就是你這間公司 剛剛才升完你 升完你職業 大家還說 未來幾年公司很棄送你的 都會繼續留在這裡 你背著老闆出去 找工作跳槽 不要緊 你不要讓他知道 讓他知道 都算了 最慘的是什麼 現在 你最慘的是 被人踢爆了你 你被迫認的時候 反而什麼呢 你之前沒有跟老闆溝通過 是老闆都要看報紙才知道 就是 糟糕 你本來是做Nike 你去Adidas 你這個兒子 你這個反骨仔 就是我剛才跟你做完 加上你工資 你現在來釣草 然後 你現在 找你釣費也沒用 不如索性 行了 既然你不想做 現在就馬上走了 你不用等到暑假了 現在走吧 就是一樣 如果你用回打工仔的心態 在市場上面 其實西班牙捉總那邊 是沒有錯的 就是去保障自己也好 沒錯 你都不給老闆 這個真是 這些真是辦公室生存之道 你都不懂去做的時候 甚至你連做一個人 的 有些交代的事情 你都不懂去做 那你說什麼 那你真是 抵炒 老闆迪古是值得 那些事情 震老闆迪古真是很值得 西班牙捉總是要負上代價 但是老闆迪古是值得 黃馬也很糟糕 黃馬真的 這件事 剛才你也說過 有些陰謀論 有些路邊寫消息 可能滑了黃馬 在西班牙國家隊裡 可能滑了給其他球員 然後黃馬要搶閘 如果被人知道了 我們請了盧法迪古先 不就糟糕 然後自己搶著公布 黃馬也是壞的 但是 對黃馬來說 其實他沒有問題 你是不是都來教 你是不是都來我的球 我又不會說 因為你今屆世界盃 是打得好 或者打得差 我就不請你 因為他們已經談好了 黃 對黃馬更好 你早點上班 早點準備更好 等於那些人就是 你可不可以馬上班 對 還以為現在是不用購買那些錢 不用購買你 就是 馬上來 對 現在立刻搞什麼 就是立刻兜你 那我不用購買你 你現在要上班 就是 他還好 早點準備 可能你看到什麼 到時世界盃的賽場 都會看到盧法迪古 但是他在看台階面 在那裡選擇 看看誰適合 選擇 第二個身份出來 對 走去看英格蘭 我看哈利簡尼 對 那些 然後看巴西 又看阿根廷又看誰 那些 對 還要去看丹麥 去看艾力神 又不是裝人縱口 對他 你說開這件事情 其實 大家都覺得 雲高爾是濕狗的 可能你也是 雲高爾這個領隊也是濕狗的 但是我不得不提一件事 在上一屆的世界盃 記不記得 雲高爾被記者 不斷追問 你是不是去曼聯 你是不是去曼聯 接著他就爆了他的名句 這是一個愚蠢的問題 這是一個愚蠢的問題 為什麼他爆 為什麼他爆這句話 就是因為 其實他的個案 就是和盧法迪古 現在肯定是一樣的 已經知道 就是已經談好他曼聯 放了些資料 把傳媒放出來 但是別人問他 他死也不敢說 那時候在打世界盃 所以就是說 這個是 雲高爾 教波濕狗 文失還文失 但起碼他還有一些 職業道德 他真的有點風骨 他絕對有骨氣 就是 懂得互相尊重 那方面 起碼就是 知道自己 哪方面 人家的底線 或者哪些是自己的 不可以去淺 淺滅到哪個位 剛才阿龍哥在留言說 原來王馬好像給了兩球 西班牙竹種 即是屬生費 有什麼所謂 兩球對王馬來說 不是像是散指 而已 現在王馬給了兩球西班牙竹種 這個叫屬生費 還是叫做 安價費 安價費 隨便 對 兩球對王馬來說 兩毫子 這樣散了 對 對 你這兩球好像 哎 sorry 兩球買你的臉 其實你如果拿正來做 王馬現在去簽了 勞法敵股 是你先炒掉 我現在請他 我一毫子都不用賠給你 王馬給這兩球 西班牙竹種 是什麼 你們買回你的臉 即是 告訴你 對呀 我下來給兩球 來施捨你 就是這樣 黃馬也是 這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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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勞法敵股和黃馬都不穿 這壹事 一定是 一定 都說了 雲高爾 雲高爾 都不會像 你現在做到這壹事 至少都不會在傳媒面前公佈了 說自己 我去曼聯 是的 所以就是 至少雲高爾 他都知道 這個基本 就是大家互相基本的底線 基本的一個 沒有什麼道德 至少叫做 那個禮儀在哪裏 而不是說 為了自己 純粹為了自己 雲高爾都可以的 對 我教完之後去曼聯 這樣 哪個哪個都跟著我一起去 他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 但是他沒有這樣做 是啊 八年得啊 跟著我去 敵肥都準備的了 不過就留在一年先 有朋友留言 施朗約這幾天 Daniel說 施朗約這幾天 離開黃馬去曼聯 拉莫斯 會不會在西袍比賽 特意弄傷施朗 哇 這個很多假設性 正如說 剛剛才搞了這壹事 斯朗也不敢這麼快 又說公佈了 有什麼事都 就是這壹事 如果萬一你第一句 是真的有一成是真的 我想 拉莫斯也不會這樣做的 因為始終 一來大家都是隊友 二來都有球員基本的職業職業 他們都是朋友的 他們都是朋友的 是啊 千萬不要把沙拉那件事 定型 他也是一個準中職守的後衛 尼克森就說 調轉 廬山放了先 令黃馬不用陪 都不出奇的 這些怎麼這麼出奇 嘩 那廬山就是聲名浪直 不是 那就是 就是 起碼大家 我們又不會有盧山的為人 是不是 那如果盧山是這樣 那就是 這個世界現在什麼人都有 怎麼知道 是不是 就是 我們經常看 現在 那些什麼工心計 那些 其實現在 社會縮影 在裡面 也是一樣 背景 你又回到陰謀論 如果 真的 根據他這樣說 你暫時 你不可以抹殺任何可能性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問題 這件事 起碼看到 就是 不穿的一定是黃馬 和羅法迪 就是 是啊 其實大家都一定明白 我想尤其是在西班牙裡面 巴塞和黃馬的勢力這麼大 他們和竹種那種的磨擦 或者是拉鞋 在很多情況之下 一定是比其他的聯賽更加大 就是好像 比如你英超 那樣 喂 很少聽說 扮傷 就是 選人進去都很順利 很少聽說 但是反而 黃馬花賽是比較多的 經常性 是啊 他們的拉斜 真的厲害很多 就是那些拉鞋 那麼 那麼多些陰謀論 其實是不奇的 嗯 也都有很多事情 一定是桌面是這樣 但是桌面是怎樣呢 當然 所以令到大家 可能都有很多想像的空間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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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而就看看這個 你又覺得 如果現在開球前 兩天搞這些事情 兩天後那場球 你覺得影響大成怎樣呢 兩天後那場球 其實就不是太大影響 我剛才也解釋過了 希亞路一定是用回那些戰術 一定是用回 努帕迪虎帶下來的那些踢法 那些人都選了 那些人的 之前我們做這個YouTube版的時候也做過 基本上西班牙只有一個中風 兩個副風 你可以怎樣變呢 你一定是把DC放在中風 那他的踢法多數都沒有變 我相信在西班牙的正選陣容 好像都沒有一些很年輕的球員 多數都是已經踢過 起碼16年歐洲國家盃 年輕一點的就是什麼 沙奧尼古斯的那些 相對的就算是年輕一點 就是沙奧尼古斯 就是什麼奧迪奧蘇娜 那些就是年輕的 但是如果以前場來說 都是那些 就是如果對比上屆世界盃 又不要說什麼 如果你有世界盃的話 加了就是Easy Go 這些就是 都是踢開一點 所以我覺得 在球場上影響是不會很大的 那反而就是 士氣那方面 但是士氣 我又覺得 可能一天 兩天時間可能會有些影響 就是未必消化到 但是對場球的進程 其實我覺得 不會太大影響的 出來的表現也是 對 有些年輕的 阿森斯奧 阿森斯奧 就算是什麼 對 但是大部分的主力 都是踢開的 應該懂得應付這些場面 我覺得 西班牙對葡萄牙 我反而覺得 葡萄牙那邊 反而擔心一點 到現在 他好像 剛才你說的 有斯朗 那樣 他們的實力 就真的 這麼多 就這麼多 正選那班 就是這一班 他們反而變招那邊 比較難 這一場球 你想想如果那個球 在西班牙那邊 他們有領隊和沒有領隊 都是這樣 插著Tiki Tucker 控制中場 這樣踢 反而你葡萄牙 你怎麼應付別人呢 你今年的這麼老的後防 就是 河西方直 特比比 特比 特比 你們打格樓 多嚴重 格樓 現在都不入樓 三十四三五三六歲 全部 對了 你會不會想到 就是西班牙突然 哎呀沒有了領隊 我掉了 會不會 不會 都是這樣 基本上 基本上 那些戰術 陣式全都可以 所以 可能 士氣真的可能會有影響 或者是一些 關鍵性的換人時刻 可能西亞路 沒有盧炮迪谷那麼熟 就是 去到六七十分鐘 要破密閘的時候 或者漏了一球 怎樣扔人出來 因為盧炮迪谷 現在比西亞路 我覺得最大的難題 是 那個前鋒的選擇 真的一個中鋒 兩個副� 當你DC出來 正選的時候 但是你要去 強攻人的時候 你只剩下 魏斯帕斯 還有 另外一個中鋒 對 羅迪谷摩蘭奴 兩個都是 要別人輔助的 這個反而是一個 大一點的課題 到時候可能 調些中堅上去 還是怎樣 這件事情 可能是西亞路比較棘手的問題 但我想 融合暫時 不會很大問題 對於葡萄牙 不會太悲觀 我仍然覺得西班牙 仍然可以打出 起碼都百勝水準 但你覺得會不會影響到 正義 或者影響到 黃馬和其他球員的關係 就是黃馬球員 不會 我覺得不會 就是 本身 勞魏帕迪谷在公佈 為什麼西班牙捉了 這麼快 就是因為 知道 勞帕迪谷 原來 五分鐘之前才告訴我 去黃馬 然後你轉個頭 公佈了 他就是擔心領隊 有 擔心 可能 偏重 黃馬系 球員 又或者 可能是 在 一些場合 裡面 在更衣室裡面 指示的時候 可能會 偏幫黃馬系 類似的 但是 我就是不讓你做這件事 所以 你一公佈了你去黃馬 我就刺你 現在換了西亞路 西亞路 本身是黃馬出生 但是 他離開了黃馬 好像沒有做助教也很久 也很久 是的 起碼都 應該是1516 你想想一下 1617 就去了奧維島 是的 起碼都有兩年 還有 西亞路 我感覺上 他應該不是一些 出口又黃馬 埋口又黃馬 那些 名宿來的 就是 西班牙捉總 在這個時候 找到西亞路接任 他應該可能是一個 比較 利用他的名氣 還有他可能是一個 比較持平的人 因為他之餘 也傳過另一個 斯拉迪斯 斯拉迪斯 反而還有黃馬 和巴塞經驗 對 他在黃馬的時候 都是做 馬基列尼 馬基列尼 古迪 和碧咸 的後備 他排得很厚 既然兩個 就是這樣選 但一定是在一個 如何不影響 西班牙陣中 那個 戰術和士氣的情況之下 找一個最前名的領隊 我覺得 起碼路應該都是適合 我不會太擔心 在更衣室裡面出現 幫派之爭 因為其實西班牙 幫派之爭應該都是 在說一零年世界盃的時候 卡斯拿斯 沙座拉莫斯 一堆 碧基沙維 小白一堆 那時候 但近年好像都沒有聽過 你問我 我會覺得 正如同意你所說 影響應該不會太大 因為老實說 整班老江湖 都不會因為你一下子 而去弄壞他們 我相信他們都已經在 這個球圈那麼久 打滾了那麼久 應該體化了很多事情 不會說 因為這樣 但聽說 你在球會 那些教練走來走去 就比你現在的國家隊更密 是啊 這場球贏了 突然之間 下一場已經不是那個教練 都試過了 應該 所以我覺得 是啊 影響不會太大 反而有些年輕人 那些 因為盧法迪館以前 都是U21 這樣上來的 那些人可能會感受深一點 因為 都可能經歷過他的教法 那些 啊 是啊 他好像是帶這個 U21 好像成績都挺好的 是啊 那時候好像沒有記錯 是不是他帶 那時候拿 U21 歐國斐冠軍 是不是他帶的 這個要檢查一下 好像是的 但是不差 剛剛 是啊 剛才卓益森提到拿祖 其實拿祖 那祖 費蘭迪斯 其實就 反而這個球員 就可以體現出 接下來 希亞路 是不是真的偏幫和馬了 就是這個 因為呢 右閘位呢 大家都知道卡華查 就傷了 起碼就應該 頭兩場應該沒有他分了 那麼 右閘位正常呢 熱身賽那裡 還有今季在黃蘇的表現呢 都是奧迪奧索拿呢 肯定是配合很多 右閘 速度又快 又上得多 然後上一場熱身賽 忘記對哪一隊了 整個右腳腳面 鍋里拉圓柱 拉一比一那場球 他的表現在熱身賽 對板的 但是其實呢 斯丹也試過 在歐聯決賽的時候 卡華查查想了 用拿祖入替右閘這個位 其實呢 拿祖就是替攻來 只是打右閘這個位 但是呢 如果希亞路 真的這麼重用 這個黃馬 體系或者這麼盡 這個 一定要偏幫黃馬的話 其實右閘那個位 可能真的擺拿祖 如果是的話 那他真的不太公平 我覺得奧迪奧索拿好很多 右閘位又打開 速度又快 是啊 那這樣東西 可能都可以體現 還有奧迪奧索拿的出擊力 是怎樣都好 過拿祖很多 他真的一個出擊力的後衛 那怎麼同意 還有西班牙那隊 雜咒是需要這一隊的 其實都是 對啦 你左邊那個艾巴 已經去到這麼上 右邊那個 你還在中場線 打算左邊轉右邊 你還沒蓋上來 快點 就是這樣 所以說 他就 施成於你那時候荷蘭的全靈足球 就是你 十上十下 那如果你巴浩 你正式搜不搜 那你說什麼 總之就是 他搜不搜 你不要預算他的 你真是純粹 站著動個位置 就搜 他就 他防守也不是特別厲害 又不是高 又不是大 其實他只不過 選他 一來就是因為他在黃馬 他有些選人機會 二來就是什麼 他可以看到後防不同的位置 那始終在大賽那裡 你需要這些選擇性的 萬金油的球員 那就不奇怪 那就選了 但是 如果你說到現在這一刻 都寧願騙我們奧索拿 都不會選他的 當然啦 我也覺得是 而且在這個案子裡面 我也有 就是作為一個中立的球迷 就是在這一組裡面 我反而覺得 這件事 看看那些人的反應 都挺有趣的 就是有很多 有不同的人的反應 就是有些人就 哎 老闆迪虎抵死 就像我這樣 但是 有些人又覺得 哎不是 西班牙捉總 你這個時候 炒人 你怎麼知道什麼事 就是接下來兩天之後 世界盃 日本表演兩個月前 前炒教練 都已經吵冤巴閉 對 連陣練到現在都不行 你兩天前炒教練 有些人會覺得 哎 如果換阿雲家下去會怎樣 換阿斯丹下去會怎樣 就是很過癮的 我覺得 世界盃臨近的時候 那個氣氛 可能 足球氣氛很濃烈 令到很多人都 很喜歡討論一些關於足球的事件 我覺得挺有趣的 對 所以如果 你問我 影響就不會太大的正義 或者是 可能是一些 年輕球員 由於他一開始跟到他上來 可能就會 有些深一點的感受 但是如果 我相信 盧帕迪古 也不會 作為一個 在球圈打滾了 一段時間 都是一個 如果真是 為國家好的時候 我會 我相信他臨走應該會 跟那些年輕球員說 你們用力 就算是為我 踢又好 總之說這些話 鼓勵他們 讓他們盡量把影響 減到最小 如果是這樣的話 盧帕迪古 我覺得你還算是一個人 否則 我覺得你的聲明真是浪直 是啊 我也覺得 你說的應該會 他始終都帶了兩年 還有這麼多年輕人跟著他上來 剛才提到 阿辛斯奧 我相信 加上盧帕迪古 也不是僱傭兵 他自己也是西班牙籍的領隊 我覺得 他應該會 會交低一些錦囊 去給更新一些 比較年輕的球員 又或者可能 一些教練團 是啊 其實現在沒有變 教練團 其實這個 大家都不要忘記 一個教練團 可能國家隊 也有 平坦地 也有十個八個 有些大的十幾個 所以我覺得 無論現在 好了 我也說過 哪個做領隊 就算是 無稅陣 那時候還不知道 希雅柳也好 斯拉迪斯柳也好 甚至於沒有主席 其實 就算誰做主席 最重要的可能 都是教練團 所以 今屆世界杯 教練團的工作 要負負的責任 很重 很重 要兼負的責任 因為他要 真的要分擔盧帕迪古 本來要負責的事情 他現在可能是 調拼電章 可能 當你 看他推出來 可能就是希雅柳指 二十隻阿祖 可能在後面獻計 一定是教練團 因為 KL來得兩天 對 即使你熟 黃馬歐班 你根本不會熟 熟知他們的背景有多少 跟我們一樣 在電視機上看 但是 教練團不同 天天練球 一定有些 譬如說 他剛剛傷完 他的膝蓋不太好 不要叫他跟人 硬碰得那麼多 起碼有這件事情 但希雅柳未必會知道 所以 現在 教練團 總之今屆 無論多少場 一定是很重 很重 真的辛苦 這班教練團 這班教練團 我覺得他們的實力 他們自己 自身執教的實力 怎樣都提升了 因為真的要他們去做 現在就是靠他們支持 就是 分分鐘出場名單 都是那班教練 說那班 路門迪基 左邊是誰 你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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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後晚的場球 正選前面三名 左起斯朗 然後基哲斯 就是華倫 古艾迪斯 另外貝拿道斯 反擊力比上次 歐多杯更加強 前線球員的質素 其實是不懷疑的 因為其實普通 真的是最不怕的是 那一隊老人中堅 怎麼出都是老 然後你又要回想,你右邊是蘇阿利斯,修咸頓 這個習偉球員出擊力是強的,但出球每次都會吐血 左邊是馬里奧雷爾,踢拿球,踢壞手勢 一有球就走上去,那些助攻力太厲害 放手又不是很覺得他特別清真,以為自己是卡路士 是呀,前面那些玩得那麼乾,有殷斯智利,有無盾斯,斯連斯基 我上去一起拆,一起攻,他那兩隻閘就怕掉位,兩個中間就怕太老餅 防中的威廉卡華盧,上季我們貼他新升,結果四年之後 現在還跟球會解約他 他真的新升了很久,由他未踢世界本的時候,又說這間球會打他 一會兒又曼聯,一會兒又曼城,一會兒又說阿仙雷,又想納爺 那些,又說吹到幾千萬元,你知道那個年代 四年前再加應該是一二歐國杯那類型的前後市 幾千萬元的時候很貴的,買個真不知道什麼的新人 說到吹到這麼大,誰知道原來 到現在還是什麼,還是試不停的? 還試不停? 因為有個這樣的老闆,他才解約,如果不是我回家下,還是試不停的? 那就糟了,為什麼那個老闆要打他?因為他踢得差 我不肯定,他勾發一杯,可能踢得一般 老闆真的受不了,找人來打他們 這些都是一些,根據報道,一些路邊寫消息來的 但是,說回來,威廉卡華盧其實未必能保護到防線 所以,反擊力前置質素不擔心的,但問題是 你大部分時間,你的葡萄牙前置球員 相信都很難拿著球來用 多數都是西班牙猜拆著你,你在那裡搜刺 自己突擊 所以,葡萄牙真的是一隊有施浪的希臘 放棄空球都要就是 打一些實際的球 那就反而有什麼 你看看他對法國,在決賽 歐國斐落,歐國斐落 歐國斐落那場就是踢這些球 封球拳比,你會發現,你抱著球多久 不就多久 我不需要的 是啊 因為他們有自知之明 讓你拿著球那麼久,他們組織不上去 是啊,上屆的歐洲國家盃 那個祖奧馬利奧,那個十號仔 我都很少見那十號仔,廢得那麼膠關 真是陶寶達史上最廢的十號 這個真是 是啊,黎家衛說 葡萄牙可能會看得到比西班牙更好 西班牙很少出到厲害的教練 其實我們剛才也說過了 現在的教練可能也不會有很大的改變 西班牙多數都應該保持到的 也是,Lixon就說 買弟弟的朋友應該說 買弟弟的朋友,你要留意 買弟弟的朋友,不斷出 是啊 有些想念蘭尼 蘭尼不好了吧 你看,貝拿道斯說不好嗎 蠻好的,蘭尼好多 我想說蘭尼,我看他踢了這麼多年 幫我打算踢什麼都不知道有什麼不好 我真的想問你 有些萬聯粉絲 我認識的那些是很極端的 有些是很喜歡蘭尼的 思量來了一隊之後 蘭尼應該要擔戴琪那個 很喜歡他 但不喜歡他的人 就覺得扭死了 尤其是很多場合都覺得他 在扮思朗 有沒有思朗 其實萬聯球是怎麼看蘭尼 你問我,我覺得真的不知道 可能剛才買回來的時候他是有潛質的 這個真的有潛質的 但問題又是另一個安達神 只不過他比安達神幸運一點 因為他們同時間這樣來 但又是圖超 但他比安達神幸運一點 就是他至少適當時候交到工房 真的 需要你的時候去入圖 但安達神是長期都算吧 但問題難離 好了,斯羅特走了之後 見真章要你擔戴琪 但其實你擔戴不了 那證明你一日配角 你一輩子都是配角 你只是做配角的材料 你不是做主角 最簡單 你去到之後 就算去到什麼土昭 華倫 有什麼可以看到 沒有 沒有啊 其實想想想 好像不是很出色 就是了 Jimmy就說 謝神馬田斯 說葡萄牙 葡萄牙的那群工中 有一個布奈菲南迪斯 也挺好的 也是士波亭 入雙位數 但今季搶了 哥斯達尼加 反雷斯 反雷斯 正選位 踢了他做後備 留意一下 其實工中也是有好的球員 當然 葡萄牙技術型的球員 有的 他中場是有人救人的 其實中場是不錯的 人才背出的 其實最擔心正如說 他中鋒位 和後防那裡 哎 中鋒位 安祖斯華 AC真的 AC出場次數 少之有少 多數都是後備出 安祖斯華 安祖斯華在外圍賽 是打得不錯的 但我沒有記錯 因為葡萄牙那組的外圍賽 是有一隊魚腩的 所以 安祖斯華 就算入很多球 我不肯定是列支針士登 可以哈薩克 還是什麼 就是 是啊 所以安祖斯華很像外圍賽 入球很亮麗 但是其實 就是 是啊 AC都沒有正選 沒有了 他應該下季去狼隊 安祖斯華又去狼隊 文迪斯的人 你整個鬥葡萄牙 你夠不夠 Mk8個英格蘭球員 應該前面再交文迪斯狼隊 文迪斯狼隊的名字已經夠長了 不知道什麼 Walphampton,Walphus 前面再交 真是MWW Daniel說 摩連奴有教葡萄牙 斯浪可以靠世界盃 冠軍成為球 摩連奴教國家隊會怎樣 不,他自己好像在訪問那裡說過 他希望有招一天他可以靠到葡萄牙 他說過的 噢 即是他想的 他也想的 但可能也想在球會玩一下 還有現在 他知道可能也不是時候的 是的 但如果 他的運收突擊 還有Money奴 國家隊不能買人 他怎樣 是啊 是啊 國家隊不能買人 沒事的 入到淘汰賽 常常拍大巴 那這隊 拍大巴都可以 沒說不行 我也是那句 拍大巴都是一個戰索 大家經常都說 拍大巴輸了 這樣讓你贏了 贏了就贏了 這個世界中有很多不同類型的踢法 不同類型的領隊 有些領隊 像歌帥一樣 以華麗見稱 有些可能是一些 打死八 就是以前 在二年小時候看球 紐卡素那時候 聖禁足球 奇幅師 那些 玻璃防線 有時候幕後打死八 就好看的 但沒有成績 你不要理 就是 有些就是重成績 古列治 古列治 對呀 那時候說過 Money路那些版本更有成績 所以他會為了成績 就是不扎手段 不求單求 有成績 就是不理什麼目的 不理什麼手段 就是要達成目的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拍大巴沒有的 你防守 其實老實說都是一個藝術來的 那你就 有時候有些幫助 你經常說 拍大巴 為什麼你不去想自己 這一個攻不入呢 就是 與其是這樣 你幾道道理 所以Money路有時候 我也覺得 你罵人家拍大巴你自己也這樣 既然你拍得過大巴你是不是應該都容易破到呢? 你也破不了 啊,是一樣的 也對,即是,即是 講開既然我和你做Facebook Live 又講開這個盧帕迪虎 西班牙其實有個問題 可能和其他朋友一起討論一下 就是,伊尼斯達還不應該打正選 在這對西班牙國家代 如果你覺得不應該這樣 那誰去代他的位置呢? 哦,我覺得他的位置可以有沙力股斯 其實高機都可以打到的 我反而就覺得 伊尼斯達是否時候應該 雖然今屆也有入選 但是他在西班牙國家代表的作用 是否這麼大呢? 很多時候做球都 現在的西班牙國家代表 不會說還靠小白一個在中間 扔個球進去 或者一定去小白搭沙維 因為其實很多球員 尤其是伊斯高 右邊的戴衛斯華 都做球都很厲害的 那伊尼斯達其實 其實會不會在這對西班牙國家代表 後備出場 如果以現在這個位置 伊尼斯達的位置 應該不會推到大衛斯華 和伊尼斯高 那些這麼前的位置 他應該是鬥翻 拍攝 可能是太亞高和布斯基斯 三個打賽中場 三角形的位置 我也曾經想過這個問題 如果純位置上 或者技術上 高機和沙羅尼古斯 是絕對適合的 但問題 我們有時候有些事情看 是否真的踢球 是否真的純位置 就像打機一樣 濕下去就可以 高機和沙羅尼古斯 沒錯 都是不太大問題 他們的踢法本身 特別 馬體會的踢法 和你們 始終現在 雖然你說 已經不再有這麼多巴塞球員 但是問題 他仍然還是有那股味道 就是踢法的時候 仍然圍繞著 特別的中場線 那裡 你想想 如果突然間 弄了高機下來 拍攝 泰亞高和布斯基斯 沒說不行 我覺得好像之前 好像曾經都試過 很多時候的時間 但是 高機 永遠踢國家隊 不知道為什麼 硬來就沒有他 馬體會的時候 就是 或者是 沒有那麼得心應手 有時候 就是 不能夠怪 為什麼都還要損小白 就是 那個位置 都還是真的 可能只有他適合踢 我只可以這麼說 唉 真的 其實我覺得 在這一隊的 Cyber國家隊裡面 好像 中場迫搶的元素 好像差一點 尤其是 轉攻為首 那一段 當然 小白 在包賽出來 他的迫搶 他有個意識 都很快 但是當 實際執行的時候 其實 那個硬性程度 還有 拍攝的速度 我會覺得 可能是高機 其實高機 都很好 因為 你這次已經沒有選 查維馬天尼斯 這次做得最好 其實我覺得 就是查維馬天尼斯 那 就算他不是馬上迫 有球的人 他也馬上迫 其他的選擇 就是交球的選擇 令隊伍 或者自己 很快可以迫到球 回來的 轉攻為首 我反而有點擔心 我相信 今屆西班牙的世界盃 那個 走得多遠 就是這一範 就是 似乎轉攻為首 那裡 馬上的第一時間 可能會 差一點 再加上 印尼斯達的 影響力 日漸減少 我都會在想 其實是不是 放在後備先 會好一點 我有這樣的想法 通常如果這些 路上去到這年紀 正常都是可能 後備 或者是到 最後放他出來 改變戰局 那些 我不知道 正如你剛才說的問題 的確是西班牙的 中上線的問題 是不夠硬正的 你可以說 除了布斯基石 是一個純防中 其餘那些 因為高機 也不是一個純防中 也不是的 那還有誰呢 本來有一個 查衛馬天尼斯達利 又不選了 那之後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這條 西班牙房 就是中場 可能就是 這個位置 你可以叫做 一個弱點 尼克森都說 斯華不行 轉攻 但是問題 轉攻 但是他不是 鬥到那麼厚 就是 斯華的位 不是鬥到那麼厚 他轉 他轉手為攻 當然很厲害 他打陣地戰 也很厲害 是轉攻為首 第一時間 去搶 那一下 我覺得 這是最擔心的 其實很多強隊 就算你點擊那些 球員技術多好 也有個球 所以 就是為什麼 黃馬近這幾個 這麼重 卡斯米露 就是這樣 就是因為 有這類型的球員 在這裡 譬如 阿森斯 有一個 Curt OC 摩迪 為什麼可以打得那麼舒服 你想想 就是因為 卡斯米露做了很多很多 而西班牙 就缺少 一個像卡斯米露的人 哎 是啊 萬一一個不小心 你知道 泰哥 阿森特 很容易傷 對啊 踢到半人 踢了兩場分組賽 傷了 怎麼辦 怎麼辦 糟糕 是啊 所以就 沒有 喂 尼克森說 有DC9不怕 哈哈 我本來 讀了一個 我錄Youtube 那時候說 我就說不了 對啊 有DC9當然不怕 因為 第一場我最期待 是什麼 我最期待 就是DC9對著 比比 好像那些 周梅摔角大狂熱 那樣 就是那些 禿鷹賀根對 謀明金光 我最期待 就是這個 對 真的 如果後面有個 莎智奧拉莫斯 上來一起玩 真的 好像 以前 在台下那些 什麼 衣冠琴俗羅喳士 拿著糖梯衝上台 打到他們那裡 哈哈 有DC9加拉莫斯 屈大 是啊 哈哈 聰明 踢球你也真的 跟你踢技術 當然 有些人要抱著 你那邊 那邊 真的 那邊 那邊 你旁邊 什麼 河西方的 沒梅塞糖 硬直 就是 哈哈 好啦 如果說西班牙的領域 我們 我們 假設你覺得 如果AL 真的可能 沒有公佈簽多久 當它是 純粹一個過渡性質 那你覺得如果長遠來說 誰適合 坊間 暫時可以選擇的人選 嘩 現在 有很多球迷都說 安力基 安力基 我真的非常一般 因為 在他的執教生涯裡面 好像並沒有 很長遠去建立一對方 嗯 現在 其實 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我真的挺喜歡 華倫那個教練 就是之前帶過維拉利爾的 現在華倫那個教練 馬西連盧 馬西連盧 我挺喜歡他 因為 當初就是 1314年球季 他在西月 帶回這個 維拉利爾 上來 西格的時候 那一季 沒記錯 他應該是馬上衝到 第四 好像是有第四的 就是 他建立一對方 我覺得是 挺有形狀的 就是 那時候找了那些人 就是 有 莊藍 兩個導師生路線 然後 也有 也有 查衡阿坤奴 現在去了麥超 他 還有現在 踢緊的查基路斯 也有 後來去了 AC的中堅 梅沙基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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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還有那個 前妖人 阿辛祖 他 帶這隊 融合得 挺好的 每個位置 找回適當的人 是不錯的 那我就大膽些想 可能 馬歇里爾 挺適合帶西班牙國家隊 但是要考慮的是 他沒有帶過一些頂級的球隊 吃不吃得住 叫做班大帝 那些 那些 是啊 但是你說 魂家那些 沒有什麼可能 我覺得 他們會找回西班牙人 那些 是啊 你有沒有心思 我今天看 不知道BBC還是Sky 那裡 看到什麼 有個人就 問 因為盧法迪谷 知道盧法迪谷 也肯定了 今早那時候 會去皇馬 有個人就說 他 他不介意去接手 他說都想做 誰呢 肥斌 哎呀 對啊 肥斌 喂 挺好的肥斌 但是如果肥斌的話 那裡 那裡幫西班牙 那裡幫西班牙球迷 我不知道會怎樣 長一長 就會變成 哇 原場沒有 好悶啊 你們 那他拿著這幫人 當然敢玩 肥斌 可能是第一場 他拿著皇馬 那幫人都是這樣玩 哈哈 他拿著 那時候 摩連奴 那對角馬 其實他只是 只有一招 找手突擊 也是 但是他以前 利物浦的時候 其實利物浦的時候 也是打快速反擊 是啊 只是現在 廢託 只不過以前 廢託 現在 現在 什麼 杜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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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肥斌 其實 可能可以 他沒有教過國家隊 但是 他 胸口抱著獎牌 他是金招 如果成績表 他是 合格有餘 但是 踢法方面 和球星相處方面 就 有點疑問 肥斌 肥斌 肥斌試過貴宗接手 車路士 都叫做 帶到他們 贏歐巴 是 那時候接手他 可以啊 他不需要說太大期望 那些 但是 如果 如果你 和球星相處 他真的 還有些 空間 要進步 他就是 是啊 OK 那 麥麥克 就說 比比 是老 不過在比斯特斯 很好 肚超比較少留意 但是 有聽過他的評論 是 今季打得挺好的 也不錯 但是 始終都肚超 現在 雲佩斯都好像離開了 不知道 不太肯定 水平還是怎樣 是啊 是啊 Jimmy就說 現在西班牙的波 都不太好看了 即是 不同了 實際一點 不同了 即是以前 太 Tiki Taka了 以前 特別 尾段 那時候 不知道算不算 走火入魔 我們什麼都要是Tiki Taka 哎呀 是啊 他好像下了 柯膽你們班人去到三閘線 起碼和我 替我 三四腳先 不要太快 不太拒絕 好像怕 好像 他怕要軟石 又要拔錢 那時候 那時候 你對意大利 就是 你在外面差意大利 不知道多開心 那三個獎 哎呀 你不吉進來 哈哈 哈哈 是啊 是啊 是多變化 其實就是走火入魔 我也認同走火入魔 即是西班牙 哎 現在去到最近的熱身賽 我看到他們直接回到一點 就好像你說的 兩隻 雜 上到來 都會 出到一些球 即是 都會選擇出一些球去中間 嗯 但是我反而覺得 即是你說 如果進攻銳利度 我看完 比利時之後 我也有點擔心 即是西班牙的進攻銳利度 可能 現在未必是歐洲頂級 即是可能比利時會更加好 因為他有些球員 在禁區裡面 可以做到一些很冷靜的事情 找到一些空位 在禁區裡面 借隊友的走位 夏薩特借隊友的走位 接著去 養一些小的空位 再出去遠處 接著有球員就突破越位 散去 起腳入球 即是這些 是一些 進到禁區 你還可以這麼冷靜處理 找到這麼多隊友 他們那種進攻的 其實是 我有點擔心西班牙做不到這些事情 西班牙就 老實說 球員質素 已經是跟你說 當年拿世界杯 或者拿歐國杯 那時候 真的不可同日異議 現在就是 你想想 只是巴塞 年輕的那班 沙維的那班 退了下來後 年輕的那班 好像都接不到手 拉曼西亞那班 真的 這個沒得說 可能 西班牙我經常覺得 今季都未是一個真正的熱門 因為 現在都是一個重建階段 都算是 只不過是 你其他的球隊 相對地 好像沒有一邊的特別 有冠軍相 出來 我覺得 西班牙又再高一點 但始終 我覺得 他也是未至於 星味都可以維持到的 都是那班 看過西甲 還有 但問題 整體來說 還是重建階段 就不會說 真的 會 他又不會 好像英格蘭 長期都說 為四年後準備 那些 他又不是那些 但是 我覺得 今季 應該不是他們的時間 看看 希亞路 大成怎樣 還有之後 會找誰接送 安力基 很多人都說 會 很想 不知是想 還是應該會是安力基 說到 很聰明嗎 安力基 可能是巴塞 那些 好像現在 西班牙 是巴塞 那城 包了來做 教練 體系 那些 我以前 有看過一篇 在442 就是 意大利 原來 意大利 有一家 學校 是專門教 足球教練 所以 意大利 有這麼多 層出不窮 又有 戰術思維的教練 可以去到世界各地 會有卡比路 現在有 江地 一路代代 有人在出 教練 但是 反而想回西班牙 西班牙的 現在 歌帥 感覺上 是否好像 無私自通 那一套 完全是他自己建立出來的 他不是說 我讀了什麼訓練牌 什麼教練牌 然後就 由社會執教起來 不是的 他又是 在大會裡面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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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戴得很好 當初 人家說 巴塞 你當然 教巴塞 但後來他在世界各地 不同地方成功 但是西班牙 就真的 除了歌帥之外 又沒有很厲害的教練 感覺上 是的 即是你說 迪寶斯基 是公分教練 這些老人家 大家已經退了下來 歌帥 現在在曼城 是威力勢 然後 還有誰呢 肥斌 肥斌 十幾年前 然後巴塞 華為迪 今季才開始 叫做 什麼呢 有少少和馬脫腳 所以他幫忙 真正實力 未見到 艾美你就算 艾美你就算 這個就是 還有哪些 正如馬西年奴 安力基 等等 又不是太多 西班牙的 本土教練 太好的 很多 但是突出的 真的數不到 對 對 所以 你說的 接下來哪個教練接手 都挺難想的 安力基 就是 很有懷疑 尤其是教國家隊 尤其是在西班牙的國家隊 一個領隊的權力 和責任是大 那麼多的時候 他不是 有些足蹤是一隻棋子 但是他不是 他要做 他要負責很多事情 對 米米都說 還有一件事 應該有些影響 他就說 加泰的事件 應該還有些余波 可能就搞到巴塞 黃馬 馬蹄 那三幫人 都可能會有些不合不出奇 尤其是特別 碧基那時候 這麼高調 那麼出來的話 也很高調 這樣倒水 然後就 沒有 你 球迷那班 已經說了 是不喜歡他 很多都已經 那麼 球員那方面 就不知道 你說一定 可能 我很多不少的心病 可能也有些 都不出奇 其實那兩個中堅 都已經一個黃絲 一個藍絲 都已經改了很久 整個都 一向都給大家聽 已經都 就是 《一零年世界盃》 都有傳出過 說又分黃馬幫 巴塞幫 最後還立了冠軍 那時候 有影響 那時候 幸好有 兩邊 一個叫佩奧爾 一個叫卡斯拉斯 兩個都很友善 所以 好像就沒有什麼 但是這兩個 一退下來 我不知道這件事 會怎樣 最高領導 每個幫派的最高領導人 都有辦法 做了一個特金會 然後 藍絲和黃絲 一起先踢西班牙 之後再慢慢談 現在 可能也有些 余科 加泰獨立事件 但是 會不會很影響西班牙國家隊 我想看那個 更加深入處理 這個也是希亞路 要面對的一件事 找希亞路 就是希望他 用他的名氣 震得住 若可以解決這些事情 解決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個情況 你看看 我覺得有點相似 就是當年 黃馬肥奔 被人兜了 之後 就是什麼呢 之後 就是找了 斯丹 當初 大家都覺得 斯丹 什麼 其實 不多不少 會不會想找斯丹 那時候 起碼是鎮住的衣室 我覺得也算是 有些相似 誰知道 然後教一下教一下 教一下 有成績 最重要的是 好腳頭 一來又拿歐聯冠軍 贏一贏一贏一贏 我覺得可能 現在希亞路的案子 跟那個時候 也有點相似 最重要的是 找你第一件事 一想起你 就是你的高梅地位 你的高梅地位 就是進去和我 先鎮住班牙 叫他們不要亂來 是不是 就是 不管你是黃馬 還是馬體 你三班人 不要跟我亂來 就好像找個 警察來 就是李修賢那些 就是三班 兩位浩南哥 現在又來了 做事 連29都陪你玩 那些 現在是類似 有失敗 但是有失敗個案子 最著名就是 這個 紐卡素 當初找了一個 叫做傳奇社手 斯里亞 但是最後的六場 八場 好像是最後一場 最後一場不勝 贏了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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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麻煩你了 真是 想想想 原來曉事也不是很合理 最後八場是拿了八分的 厲害 八場拿了八分 呼吸 這些案子當然有失敗 有失敗的例子 現在其實是用他的名氣來振住 希望他不要帶太多無謂的改革進去西法蘭國家隊 只要打回之前和法帝國帶回的東西 穩定先走 一定是這樣 應該是的 士氣更衣室 再希望他的名氣 鎮壓著 令到對球的傷害減到最少 希亞路來到 不會說真的 他突然之間 一個魔術 變得對球提升到另一個層次 很有冠軍上 不會的了 只不過是減少震盪的影響 想起阿路也算是一個暫時適合的人選 是的 我相信影響不會太大 儘管看看第一場球 雙牙的對決如何 最好是星期五晚 半夜兩點 如果大家第二天又不用上班 儘管可以看到 有便費台貨 哇 正 今個星期呢 什麼星期呢 明晚開球 記得留意 後晚也有 後晚也有 後晚是星期五晚 有台也有得播 星期六晚沒有記錯 星期六有四場球 六點開球 整個月唯一 一晚是有四場球 星期日也有球 星期一就放假 正 正 爽 所以 我要問我們怎樣看這幾天的賽事 這幾天 哦 怎樣看這幾天的賽事 讓我先說 我先說 星期最重要是 星期六晚 就來APM走一圈 有機會見到小弟 是 不關 要先說 馬上去廣告 對 有些賽前預測 晚上吃飯時間來APM走一圈 星期六晚 星期六晚 說完 星期六晚幾點 在Whatsapp上 還在做Live 大約 好像是9點 還是10點 還是8點 大家記住 聽到 差不多 然後 接下來 明晚 這個揭幕戰 除了看普京之外 俄羅斯對沙特阿拉伯 其實 我也有點心水 是怎樣的 我覺得 其實這一場球 我們 做完 之前的 Youtube的 直播之後 我就覺得 俄羅斯 應該也贏到沙特阿拉伯 但應該不會大勝 我還是覺得俄羅斯是贏到的 他沒有本錢大勝 我覺得 這對俄羅斯 真的 他的攻擊力 這些人腳 還有23個 還有21個在國內賺錢 然後 還有 第22個 後備 在比甲打 第三個 那些球員 那些球員 始終都是 困住在 俄羅斯 裡面 等於很多 中國國家隊的 體操運動員 你經常都是 閉門造居 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樣 你的國內聯賽 你的國內聯賽水平又不是特別高 其實沙特阿拉伯 也有問題 沙特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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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去到今年的年頭 發現 我有這個問題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 送一些球員出去西班牙 外流計劃 但是去到西甲 就一個都沒有出過 是啊 那 兩隊都慢慢地 但是我覺得 俄羅斯沒有大勝的本錢 我覺得這場球 可以預測一下 我今天看到的訪問 就是什麼訪問 檢察司機 大家應該記得檢察司機是誰 俄羅斯 東又是快翼 那我訪問他 他就說 近二十多年 近二、三十年 最廢的俄羅斯 他說得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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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以前 我們看科學的時候 這些質素 怎麼可以放上桌子 就是 他說得很絕 他說什麼 是教練的錯 姐姐索夫的錯 他說 因為什麼 有一個 今季他們的俄超冠軍 就是那個莫斯科火車頭 我記錯 是火車頭 金季是火車頭 他就說 裡面有個中場球員 丹尼索夫 就是之前 踢過辛尼特那個 那他就說 為什麼 那個Support應該要選 那個是中場靈魂 哎呀 那個沒有 因為跟教練不和 又是那些問題 他就說 他就說 教練和尼索夫 就是什麼 完全不懂得跟球員相處 就是 經常覺得 就是 就是 你不喜歡這種球員 就一輩子都不喜歡 那麼 就 很多球員不和 所以呢 選得就是這一群人 哎 那就 嘩 好普京 所以 火車頭 對 就是火車頭 金介 哇 只有兩個人入選 馬仔兄弟 是啊 這場球 就是 你聽完了 監察司機 你是不是也是 看死這個俄羅斯 那 沙地 都 非省油的燈 低處 沒算低 應該也是 哈哈哈哈 非省油的燈 原來是低處 沒算低 2比1 可能 俄羅斯2比1 我就覺得 對 要貼的話就1比0 或者這樣 就是俄羅斯 應該也是 這幾天的賽事 另外我會留意一下伊朗 第二天就會摩洛哥對伊朗 伊朗呢 我就很喜歡那個茶漢巴士 看看他呢 上到大舞台 即可夾神射手 之前Facebook Live YouTube都有說過 真的很有飢渴感 這個球員 看看他會不會在這個 對著摩洛哥 叫做同組裡面叫做最弱的 起碼 一兩顆 或者給我們一些好東西 押落底線出球也好 推入中間硬爆也好 押勁抽也好 就是友誼賽 對著土耳其 都有一兩腳這些球 茶漢巴士 留意一下 我反而想看摩洛哥的整體 因為他真的守得很厲害 我以為賽一球不失 我想看看 伊朗其實一球不失 他是最後那場 禮行公事 斜著踢 才失了兩球 但他都是和的 那場球隊不敗 所以其實兩隊球都是靠手起家 我可以說兩隊球的防守都很厲害 所以這場我覺得 反而是分中可能是0比0 就不會說 大家都是打王 0比0 對 因為大家都守得厲害 而且攻力又不是特別厲害 老實說兩隊都 就是這個 摩洛哥好像前面有什麼 顏拉巴士 對 顏拉巴士 福特也不要 還有亞迪士的薛耶治 是薛耶治 是薛耶治 對 對 差點漏了這個 左腳仔 如果第三晚 當然就是看這個 對不起 第二晚 還有我們剛剛說的雙牙 一定要看 當是看球也好 當是看摔角也好 好看這場 第三晚 就看什麼 就看人摔街 我就覺得 因為第三晚 有場阿根廷對冰島 阿根廷 我就一早就貼了他 這個世界球 應該摔得直一直 對著這個爆冷專家 奇蹟冰島 我覺得這場球 你真的留意一下 分分鐘跟你 贏不到 都不太出奇 分分鐘 冰島可能 我真的敢想 我公司有個 我也是猜冰島 一比零 我也是 有一天我和同事 去見過客 然後他都說 吃一杯 你買球 冰島 我做手名出線 買冰島 賠率又高 這個至少叫做 接近事實 就是容易中 這些就是 是啊 爆過 他真的好像賠率很高 我忘記了多少 賠率就要看馬會 那些大男 今屆的阿根廷 因為我同事 他又不懂得球 那些 然後他問 很好嗎 他說 OK 然後他說 我貼了A組 然後馬會 馬會的賠率 那些 然後A組 說 你不如試試這個 賠率不錯 還有這個 應該也有些可能 就是 首名就買這個埃及 B組 A組次名 就是首名埃及次名 我知道 不知道 十幾倍 這個組合 是啊 喂 這樣益你的好朋友 喂 不要這樣說 Sony 我貼的時候 沙嵐未受傷 哈哈 哈哈 但是你也當蘇拉雷斯和卡蘭來死 我感覺 首先 烏拉圭那群 你看到很多 都是10年世界盃那群 老實說 那群已經吃了老本 那群已經吃了老本 你吃了多少次 對吧 好 接著 他們一來就是那群人 二來就是俄羅斯 有一個叫做主場雞 不要忘記是主辦國那些 即是有些陰謀論想想 你也要想想 有時候就是 那我反而覺得 埃及又被人看死 賠率又看死他 那你又要 賠率又要可觀 又要有些可能性 那就是這個 不是怎樣 我沒理由再貼他 手名沙地 刺名了埃及 這樣不行 我也過不了自己 賠率高 但是你首先要中才可以賠 我也過不了自己 我也過不了自己 是啊 Billy說什麼 Billy Chan 不是這個Billy 不是 Billy Chan 阿根廷入決賽 看看 你的神仙勁 還是我的羅監司 是啊 冰島近期熱身賽很差 咪咪說 不能作準 熱身賽不能作準 因為冰島進入決賽州 打的是士氣 還有打的是 鬥心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在熱身賽 應該是比較看不到的東西 對嗎 我覺得是 是的 埃及對烏拉圭 我沒什麼看法 你怎麼看 我們看沙拿出不出 真的好看沙拿 沙拿出不出 埃及不需要進球 不是啦 蘇巴希 史督城都降一班 蘇巴希 蘇巴希 剛剛找到新賣家 找到新路勢 是嗎 剛剛哈特斯批簽了他 哇 哈特斯批做球星 是啊 他在那裡 哈特斯批簽了他 剛剛簽了他 這班 這班球員 可以蘇巴希做球星 另外還有一場 可以看的 星期六晚 有一場法國對澳洲 看看 法國可不可以打出水準 這是 對的 很留意 球星就多了 可不可以像大家打Fever 每個人都去得這麼厲害 是的 就是這方面 看看 然後 看吧 這幾天的球大概就是這樣 是的 都是 你有補充嗎 沒有啦 大家準備等開球 明晚就是 對了 還有看後晚 沒有了盧帕迪古的西班牙 究竟有多大影響 好吧 這樣 記得 留意我們 是的 like and share 麻煩你 多謝大家支持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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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對